主席 主席 委員各位同仁 剛才 我們國民黨委員 吳委員 他在這邊講了一句話 他說 他很擔心 希望 現在的政府 能夠勇於負責 他講到重點了 昨天 人家在一點外 表官刷的時候 我們看到國民黨委員 大家在這裡發酵 大家改成勝利 改成好像贏了世界大戰一樣 在立法院 多數表決一定贏少數嘛 這有什麼好高興的呢 是贏了世界大戰了嗎 不是 難道你們有贏了台灣人民的心嗎 也沒有嘛 只不過是你們是在立法院的多數 你們贏 我要告訴所有的委員們 通過 只是剛剛檢驗的開始而已 這個名槍一跑 大家都在起跑線跑而已 剛才像國委員說的 建護要勇於負責 他會歡樂 他會歡樂喔 好 好 所以說 現在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政府應該要跟人民 講清楚 說明白嘛 所以我要講的 馬英九剛當選的時候 六三三他提出了政見嘛 結果沒辦法做 埃 執政黨他就講了啊 那個是要八年以後 要二零一六年以後才實現的 關自兩個口 隨便你們怎麼講啦 反正六三三 我就是說以後才要做到的嘛 但是選權不是這麼說啊 我相信國民黨的委員 你們大家都記憶猶新啦 只要摸著良心 不要再欺騙嘛 就像你們現在選的衣服一樣 你們收到承認牌 我要跟大家委員說啦 國民黨委員說 現在你們要做事 不是要拿承認牌國民黨做事而已 你們要跟我們民進黨一樣 我們是要拿台灣人民做事 好 現在ECOVA簽過了 不是你們勝利喔 記住 像剛才委員講的 要勇於負責 阿扁到底怎麼 還不知道喔 不要忘記 臺灣社區有一句話 嚴謀沒收鑑鑑鑑啦 阿條沒吃鑑鑑鑑鑑啦 所以我在說的是什麼 真的 臺灣得利了嗎 香港跟中國大陸簽了CEPA以後 現在頻步差距越來越大 社會對立越來越深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這些經濟在這裡也不是在說話在強烈 阿不是在說話不會說的事 而是事實上 現在香港已經開始邊緣化了 所謂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所謂的社會對立越來越強 我們臺灣簽了ECOVA以後 難道不會發生嗎 就像剛才委員講的 執政黨 你真的要拿出你的政治良心 真的要能說